不识无主之离的少年许恒 许恒是原初著名的理学家 他小时候天资聪慧 聪明过人 喜欢独立思考问题 爱问为什么 七岁入学堂上学 有一天许恒突然问老师 老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呢 老师不加思索的说 当然是为了当官 学而优则是嘛 难道读书就只为了这些吗 这个 这个 这一下可把老师问住了 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但老师从心里暗自佩服许恒 善于思考问题的精神 真是一个爱思考的孩子 长大了一定有出息 许恒上课认真听讲 遇到不明白的道理从来不放过 渐渐的积累的积累的知识越来越丰富 提的问题也越来越深 不久 老师感到凭自己的文化水平 很难满足许恒的求知欲 便对他的母亲说 你的孩子长进很快 将来一定大有作为 我才书学浅 很难当他的老师了 请您另请高明的先生吧 说完后 老师辞职离去 后来两位老师也因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 而相继辞职 现在请不到老师怎么办呀 请不到老师我就自学吧 于是许恒就坚持自学 学业日渐精深 有一天 他到一个朋友家去玩 发现一本书自己没读过 就对朋友的父亲说 老伯 请让我在你家住两天 好把这本书读完 真是爱读书的好孩子 好你就在我家住上两天吧 许恒用两天两夜的时间 把那本书抄完 才满意的回家 南宋末年 金国不断进犯中原 宋金两国频频交战 宋朝的老百姓为了躲避战乱 四处流落 离开了家园 许恒随一些逃难的人群 奔向河阳 这天天气十分炎热 许恒又走得急 汗水湿透了衣衫 嘴里像是冒了烟 咽喉都干哑了 和许恒一起走的七八个人 也和许恒一样 口干舌燥 口渴难忍 很想找点水喝 口渴死了 哪能找到点水喝呀 我也渴得受不了了 要是能找到水喝多好啊 但由于战乱 所有的井都被人填死了 他们继续前行 来到一个村庄 村子里的人都逃光了 一个人影都没有 想要点水都没处要 忽然有人发现了一棵大大的梨树 就长在一座空荡荡的院落后面 树上挂满了黄灯灯的梨 看哪 那边院子里有一棵大大的梨树 上面结满了黄灯灯的梨子呢 有梨子吃了 大家快去摘梨子吃了 同行的少年 奇怪的问他 我看你 也饥渴难耐 怎么不去摘几个梨子吃呢 结结可吧 不是自家的梨 怎能随便摘下来就吃呢 这兵荒马乱的年月 人都没影了 这梨还有什么主人呢 梨现在是没主人 但我们的心里应该是有主的 越是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 越是应该讲道德 你们翻墙入宅 撕摘人家的梨吃 哪像个有道德的读书人呢 许恒这种高尚的品德 与他长期认真读书是分不开的 后来 许恒通过刻苦学习 成为原初著名的理学家 元氏祖忽必烈继位后 任命他为极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 制定了一系列的朝义官制 对蒙古族和汉族文化的交流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并成为鲁斋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 对蒙古族和汉族文化的交流 对蒙古族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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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夜月2,0193,0193,0193,0212,103,0190,1153,0193,0183,0193,0183,0183,0224,0183,0193,0233,0264,0203,0184,0193,0193,0254,0193,0203,0123,0193,0194,0323,0193,0204,0194,0295,0194,0193,0293,4603,0194,1193,0154,0213,0194,0203,0233,0194,0214,0903,0195,0254,0194,0194,0195,0195,0212,0 거죠?